今天是一期承诺大家很久的假睫毛的分享 其实我也算是一个假睫毛大户了 什么类型什么型号的假睫毛都常识过 因为我觉得这个假睫毛是真的能改变我们的眼型 放大双眼会更好看 所以呢今天我就打算给大家推荐几款 好看的容易上手的假睫毛 超级皮 大家贴假睫毛好像很少贴那种整排整醋的 但是我告诉你们 其实整排整根的这种 弄起来更好看 只不过它比较适合老手吧 我经常日常在用的是这个雪里奈的720这一款 特别的日常很好看 它是这种中间长两边短的 也不超过8毫米 特别特别的自然 所以就很适合淡妆的肉带 就是自然又有存在感那种感觉 它上眼特别像是睫毛膏刷出来的 但是又是睫毛膏永远达不到的那种高度 这副骨盾十来块钱还能反复利用 第二个是兔奶奶的这个FT11 它明显就比刚刚这一款 华丽鲜长了不少是不是 它最长的有12毫米 但是它上眼也是很清透的那一罐 会给我一种女团眼妆的感觉 根根森明又显长 我很喜欢这个毛油感 像小扇子一样不上不上的 或者再画一个女团装 这个超级出品 这个也是十来块钱很好看 下面就到大家很期待的单素假睫毛 第一个是这个 什么什么Garden的一个懒人三部曲 这个很好看 就是我已经用空了一盒 刚拆了一盒 它呢和最近很火的这个 新月先生的懒人三部曲 真的很像 我给你们看一下 几乎就是一模一样 但是呢它比它便宜很多 它是12块钱50处 这个好像是340块钱40处 哪个更划算不用我多说了吧 首先它确实很方便 三醋就能贴完一整个眼睛 很适合新手 然后你们看 它底下这个梗是细梗的 上眼它就很像嫁接的睫毛 很自然 离远了它是不是还能改变眼型 把你的眼睛整个支撑起来了 因为我本身自己的睫毛也不短 我今天还刷了睫毛膏 你看这个我贴完的效果 是不是还是挺明显的 继续看 你看侧面看也很自然 下一个也很好看 是这个蒙杰上品的Z08型号 它是一个小恶魔款 然后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梗是属于比较凤的那种 上眼之后呢 它会有自带内眼线的效果 就会显得眼睛更有神 这种梗上眼就更好操作 你现在就固定住了 它不容易登岛西歪 再剩几株我们看看效果 我现在是只贴了三醋 它就有这个效果 如果你们喜欢那种 变眼八笔 狂野狂野的感觉的话 你们可以再多贴两醋 贴个四五醋 眼尾眼头是再来一醋就可以了 真的会有放大双眼的感觉 你看 这也不贵 很便宜 十块钱吧 然后另外推荐大家 我2022年年度爱用的假睫毛 叫洁天使的综合盘 太全了姐妹们 什么卫星下睫毛啊 自然款小恶魔呀 浓密款小恶魔呀 蒲公英的呀 就是满足你一切 对于展睫毛的要求 真的太全了 下睫毛呢 我是给大家推荐两款 第一款是这种 流苏型的下睫毛 第二款呢 是这种A字型的下睫毛 其实它俩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这种A字型下睫毛 是和下睫毛眉毛的姐妹们 你贴上它之后 就是那种很自然的 但是还有点存在感 但是这个流苏型下睫毛呢 它就是比A字型 稍微再浓一点的 但是远处看还是很自然的 而且这个流苏型下睫毛 它是很适合 你化眼妆的时候去贴 就显得你眼睛又大了一倍 而且显得眼睛水泡泡的 真的很好看 感觉忙着玩一玩 你就得多买多试 买多少都不先多 多试试就知道 自己最适合哪种了